美好的生活 就是常常會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小屋常有就是這樣 他們是一群很有趣的音樂人 他們喜歡透過音樂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比如說小小的空間 比如說像這樣的一個小小的咖啡館 他們會透過音樂 來感受到 這就是美好的生活